还有相关的医疗行为 甚至我认识朋友 那个黄金猎犬就换关节60万 60万 动保基金的话 就是针对动物受孽的 或者是动物 这些流浪动物 对于民众造成一些伤害 或者一些财产财务的回损 可以透过动保基金 来做相关的指引 基金的话 第一个 政府本身目前有规划 可能要成立个5000万的基金 然后其他就是靠社会人士 市府 市府 对 那市长 我上次在总指寻的时候 市长有承诺 有承诺 那其他的部分的话 就透过社会善需人士的捐赠 那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个动保基金 也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有感而发 因为其实我们对PMVR 这种决议之后 在用放养的方式 来处理流浪动物 我们是非常的支持 但是 这个 其实实务上 还是有很多地方要克服 就以我 所住的地方设置到 就发现了类似的问题 因为 有时候 我们的公务人员 便宜行事 为什么 有些地区 它在放养的时候 民众没有什么反弹的意见 有些区域里 没办法放养 因为一放养 马上民众就抗议 民众就抗议 那你就没有办法放养 那摄殖岛因为地方也比较大 300多公顷 所以放养 结果被一下子被放了500多只 那我们知道动物有群性 特别是小狗它都有群性 所以它被放养之后 变成一整群 再加上有的 有被劫渣 有的没被劫渣 没被劫渣 就变狗王 会带着一整群狗在街上晃 特别是黄昏 一早的时候 那很多运动的老人家 或者妇女 一分到一整群狗都吓坏 而且小狗很特别 你越怕它 越跑它 越追 就会造成民众的伤害 有些人因为这样子 叠断了手脚 那它也无处求偿 那这个时候 如果东宝基金能够 有提供部分的金额 来做一些意外的理赔 意外的保险 这些问题就可以处理 那民众对于TMVR 就比较不会排斥 所以我说这是食物 我们支持 那食物部分 要怎么样让民众 更愿意来配合这个政策 那当然不止如此 因为社子岛还有很多农民 因为小狗喜欢什么 喜欢在田里面玩 就跟我们家小狗一样碰到草地跟抓狂一样 所以它在农田里面会把那些蔬菜啦蔬果弄坏掉 那农作物的损害 谁赔偿 也可以到时候有保险来做理赔 甚至有时候它会追赶那些鸡鸭 甚至会把人家咬死 因为它不是要咬死它 其实它就是要跟它玩 就不小心把它咬死 那这个时候它们对于 对于相关的这种情况 它就可以来进行理赔 这个就是动保 还有很多流浪动物 它受到伤害之后 它需要有相关的医疗行为 那医疗费用就可以透过动保基金 来对他们做出相关的医疗费用的付出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透过制度的建立 慢慢的可以更完整 让很多动物保育人士 不会再为了这些经费疲疑奔命 那民众也更乐意来配合 动保法的一个规定 这些民众其实都很支持 那像包括我们后来 后续要推动的宠物健保 其实我们的宠物健保 不像我们一般民众的健保 它是一种健康保险 像我们一般的全民健保 是一种社会福利 那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鼓励民众 去帮你们家宠物买健康保险 那这个健康保险当然就是致富的 那要实施这个健康保险 其实目前有六家保险公司都有在做 但是民众并不踊跃 而且保险公司的意愿也不高 保险费也高 为什么保险费高 因为第一个 宠物涉及不够落实 第二个 相关的医疗费用不够公开透明 医疗行为不公开透明 我简单讲我们家小朋友 有一个晚上在过年的时候 突然间拉肚子 拉到都拉穴 许多送到动物医院去 住一个晚上 掉点滴 六千块 那根据我所调查拿到的资料 你动物 动物医院它有相关的收费规定 动物急诊挂号费 最高它可以收到三千块 这个很明显的不合理 还有相关的医疗行为 甚至我认识朋友 那个黄金猎犬去换关节六十万 六十万 当然我们认为大多数的受医师都是好的 他们也很有爱心 但是有很多 因为制度上的结线 所以很多收费不够公开透明 那这个就要透过制度 透过一个市场的机制去规范它 所以为了后续要实施宠物健保 其实我们第一个要落实宠物设计 也就是说对未来 如果这宠物没有植入晶片 我们要求要重防 要重防 那你有设计你才能投保保险 对不对 那在自由市场机制的部分的话 我们推动公立的动物医院 我们现在市府的闲置场所很多 公立的动物医院 不用太大的场所 而且它对于流浪动物的 紧急医疗也有帮助 那对一般的宠物 它在实施医疗行为上 也会比较有合理的收费标准 所以我们希望落实公立的动物医院 我们最终的目标希望一区有一个 那现在我们希望先有一个起头 那科市长也要求 想发局赶快来援你 是不是尽快来设置公立的动物医院 其实第一个 它的收费就会合理 而且不会巧立明目来收费 所以有公立的动物医院 让医疗费用能够更公开透明 医疗行为能够让民众了解 监督政府可以监督 我觉得这是公立的动物医院 最大的好处 这也是我们爱护动物协会 对黄秘书长给我们提供的意见 因为我们针对这些宠物的政策 其实我们开过了多次的公聘会 他们就提供我们很多相关的意见 那我们也觉得相当的好 把这个我们为一步一脚一地来落实 动物收容 因为现在我们今年有编预算 针对收容的面积都有扩大 收容的数量都有增加 但是对于相关的社会的宣传 我觉得是比较不够的 因为第一个 你这个以领养代替购买 以绝育代替菩萨 这是基本的两个方向 那你要去领养 那当然民众要有那个心 你要让大家养成这个习惯 所以现在领养的数量 并不是很踊跃 所以会造成一些 种物一样会在收容所这边 停滞很久 那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那你要放养的话 就跟我刚刚提到的 很多空间不足 那会造成零弊的效应 那怎么样减轻民众 对这个问题的反感 或者恐惧 这是应该从制度面来做 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爱爸爱妈 他们的心情是非常急迫 但是我更认为 在相关的动保政策的实施上 应该同时考量到 许多对于这些动物保护 认知不够的民众 他们的一个心态 尽量降低他们对这个问题的 就是所谓的拒绝 或者恐惧 把他们那种拒绝感能够降低 那这样的话 要未来动保的落实 更容易达成他的目标 所以这个两个政策 权力义务都要对等的来执事 而不是单纯只有 因为得要民众接受接受接受 这个是或许我在做法上 跟一部分人士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务实的地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